欢迎收看凤凰说 喜欢三生三世枕上书的朋友们 一定觉得三辈子的东华帝君和凤九还看不过瘾 其实饰演帝君的演员高伟光 和饰演凤九的演员迪丽热巴 两个人在过去曾经有过七次合作 堪称是七生七世的情缘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些作品吧 第一是《为时代》 《为时代》是一部2014年都市偶像剧 说的是八位年轻男女的故事 这八个人有着超复杂的感情线 谁是谁的前男友或前女友十分难解 剧中高伟光饰演的是一名高富帅的王子应东 不但是大学校草 更是奢侈品大王的独子 迪丽热巴则是饰演豪门千金安博 同样是一名白富美 但个性十分任性 是大学校花 也是酒店大亨的独生女 应东是因为身份地位相配才和安博交往 两个人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非常相配 不过两个人在这部剧中并没有走到最后 应东最后是选择了自己的初恋情人 杨幂饰演的洛依 不过洛依则是选择了事业 放弃爱情 第二是《古剑奇谈》 2014年的游戏改编电视剧《古剑奇谈》 当年可以说是收视率非常好 高伟光扮演女主角风情雪的哥哥 风广莫 诗意后化名为《隐千商》 是一位豪放不羁爱喝酒 个性十分豪迈的粗犷男子 迪丽热巴则是饰演男主角百里图书的同门师妹福曲 外貌可爱个性讨喜 经常护着百里图书 但是在剧中的两个人都没有交集 第三是《爱的阶梯》 在这部爱情时装剧中 高伟光饰演的又是一名高富帅 楚耀辉 有许多少女的崇拜 个性也温文尔雅 但楚耀辉深爱着女孩张乐美 两个人的爱情之路十分坎坷 迪丽热巴饰演的是任性 敢爱敢恨的宋家千金 宋子涵 喜欢的是张浩天 为了爱费尽心机 是一个为爱痴狂的可怜人 剧中两个人各自有各自喜欢的人 两个人的交集大概就是 宋子涵看到英俊的楚耀辉 一时心花怒放 但楚耀辉则是冷冷的回应 不过宋子涵也觉得楚耀辉太骄傲 楚耀辉则觉得宋子涵太愚蠢 两个人并不是很合得来 第四是班淑传奇 2016年的古装剧班淑传奇 高伟光饰演末南部的南大王 一身抑郁的打扮 是一位豪迈的男子 喜欢大汉宗室之女刘轩 迪丽热巴饰演的是楼兰王女安心 相貌出众才华洋溢 初始大汉的时候趾高细扬 后来则是爱上扣兰芝的弟弟寇丰 在这部戏中两个人又是没有感情戏 第五是傲慢与偏见 在2017年电影傲慢与偏见中 迪丽热巴饰演的北漂网路写手唐楠楠 梦想着有一天成为大文学家 却阴差阳错遇到落魄富二代诸侯 两个人开始生活的故事 高伟光扮演的暖心高富帅肖建军 则是诸侯的好朋友 对唐楠楠一见钟情 但是迪丽热巴的官配是张云龙饰演的诸侯 在诸侯的主脑下 肖建军最后也没有成功追到唐楠楠 反而是诸侯和唐楠楠走到了一起 高伟光和迪丽热巴仍然是有缘无分 有趣的是 饰演诸侯的张云龙 正是三生三世枕上树里 喜欢凤九却追不到的苍蝇神军呢 第六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在2017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迪丽热巴饰演的凤九 在一次被凶兽攻击的意外中 被高伟光饰演的东华帝君所救 因此对东华帝君一见钟情 东华帝君曾是统领四海的天地公主 不但年纪很大 武力和智商都很高 一直是一个冷若冰霜没有感情的角色 对于凤九热情的追求几乎无动于衷 让凤九断了狐狸尾巴 想在象征姻缘的三生石下 刻下两个人的名字都有所不能 可以说是非常虐心的剧情 在这部剧中两个人也没有结果 第七是三生三世枕上书 2020年的三生三世枕上书 终于让大家可以把东华帝君和凤九的故事看个够了 剧中的东华帝君变得更有感情 不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帝君那么严肃 有许多可爱斗趣和幽默的地方还会捉弄凤九 喜欢上凤九后 对于靠近凤九的男性都大大吃醋 非得将他们都驱离凤九身边 枕上书中的帝君不但对于凤九的感情有所回应 更是调情顺手 举凡大啦啦的偷看凤九洗澡毫不闪避 半片半拉凤九一起在同一个澡桶泡澡 更有和凤九一起圆房滚床的戏码 早上起床后还用嘴巴喂柄的花招 这些都是在十里桃花看都看不到的精彩场面 更有着无数霸气总裁守护你的场面 帮凤九轻松打跑前来挑战闹场的魔君 更送半星界守护凤九 有颜值有武力 有霸气 有真心 让帝君一举在2020年成为全球最佳老公的第一名 看完了高伟光和迪丽热巴的七生七世 可以说是演到了第七部戏 两个人才同时身为男女主角并且真正的在一起 是不是觉得也很不容易呢 凤凰十分希望两个人在下一部古装剧中 还能够再演出一次男女主角 让大家看得开心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也请支持订阅我的频道哦